虽然各位晚上可能要吃饭 因为你是在家人没法度 但是我们吃素当作药 但是保持八观哉戒的清净心 跟服务众生的心 去帮助社会 去改变提升家庭品质 去提升别人的品质 你可以天天守八观哉戒 老实说 受菩萨戒的人 本来就应该保持这样子的清净心 至少实在是守得更严谨 我看很多人受了很多次八观哉戒 但是他还没有做到八观哉戒的 很严谨的精神 虽然在外向上 我都没吃 我都在拜婚 但是内心的层次不够 他还是在保留自己的贪嗔痴 烦恼习气 这样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说 我这么精进守持 是要改变自己 产生功德利益众生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 我贪嗔痴 慢于身口意 哪一些习气 我要知道它 佛教讲 你只要注意它 它就会淡掉 刚才你用光去照黑暗 那个黑暗就满满 那个冰冰就流起了 但是你要知道我在修什么 我要净化自己 我要提升服务众生的人 这两点你都要抓到 它就会潜移默化 也奇怪 我不讲话都变成讲话 唱诵都会变得很好 心态变得很细 这样你就抓到精髓了 所以有些人有感应 有些人没感应 那这个你要很认真 这个叫禅修 从禅修去注意自己 很维系的那个部分 然后呢终于看到真相 除了外在的八字 各位一定要老实 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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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经 按照这样的意量阿弥陀佛 求书佛 他们在说什么 收益的菩萨 祖书台庭 念欧世人的基督世界的重严 念七个清静 念中心口 念不治的佛事 所以不起贪嗔是平静 刚好可以保持正念 以这个清静悲心 多供花 供水果 放生 帮助众生等等 所以我们不可能天天 在这边受八万载戒 但是我尽力的 把八万载戒的修行方法 告诉各位 各位至少每天 把握一个时间 让自己保持六念法 清静 大悲心 菩提心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看经典 但是不要 我每天看一本 我每天都讨帝总经 帝总经可以讨 无量修经 灵严经 太多的经典都要看 然后按照经典 各种的方法来 来净化心灵 提升自己 来发起悲愿 所以各位 你只要时间 就保持灾界的状态 那至少六灾日 按照这样 如实的自己在家里 受都没关系 那你就不断的在进步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上来我们解释这个六语天 就在这个法会当中 这是忌讳的 忌讳海众 拿海来形容的忌讳的 很多很多 现在吗 是 骰界祝天 骰界祝天吗 一共有五座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 有两座 那么 那么 以下就讲这个 四禅 三禅 二禅 禅 那就是寂静义 这些个天人 他腹膊大了 腹膊大了 所生的一子处 就不像 欲界天 那么烦 清静的 都烦到寂静处 犯 据足说 就是犯膜 咱们尺度的翻译成 华言 就叫清洁寂静 清洁寂静 那么一下就念念 这个天的名字 来到法会的大众 除了六天之外 服有不可数的大范天王 不可数 所以数字来数 数不清楚 都是哪些个呢 所谓私器天王 会光天王 散会光明天王 浮云阴天王 观世掩引自在天王 寂静光明眼天王 光片十方天王 变化阴天王 光明照耀眼天王 悦意海阴天王 不适当 不可承受 不可承受 揭句大词 灵敏纵众生 输光普照 令其快乐 离开一切的贪欲 寂静 寂静 就叫泛 有时候加个摩字 叫泛摩 泛摩就是清静寂静 所以这些天人呢 他历了欲界 人间 驻天的欲言 无欲警戒 掩护他的心 离开这些的 所以心里寂静 说明就叫清洁 就清洁 得了 这四禅天嘛 得了人间天上的禅定 定呢 是对着这个 凡烂说的 都是扎烂说的 有寂静 思气呢 翻着华言 叫慈吉 说这个天王啊 由于他果报所感 他有顶级的是海螺形的 海螺形的 螺丝形的 一转一转那种 咱们说这佛像啊 这佛顶啊 就是海螺形的 海螺形的 有名叫火顶 火顶 三灾八难的火灾 到了这一天而止 火灾到这一天而止 火灾至此而停歇 天人的形状呢 都像童子似的 永远不老 生到这一天的人呢 这种天人呢 都是童子形的 身上的是白人骰的 穿着衣服是金黄骰的 他不要饮食 不要烧锅做饭 以入定为食 禅阅为食 他一入即行定了 心生欢喜 禅阅为食 因为他过去的是修慈心 有慈心重的 死后是得生饭次 得生饭天 他在身上发动光辉了 要遇见他的光辉呢 身一心愈乐 但是不是成道者啊 这是天人 他福报所感的 第一个是饭天 第二个呢 是光阴天 福有无量光阴天王 所谓可耐药光明天王 清净妙光天王 能自在阴天王 最圣念自天王 可耐药清净妙阴天王 善思微阴天王 谱因天照天王 善思广阴天王 无构成光明天王 最圣晋光天王 不适当而为上手 其事无量 皆读广大寂静 喜乐无奈法门 这是二禅的第三天 在华安经啊 是要提一下子 这是提他是继位 不是提他那个本天的天王 这些的天王呢 是说这菩萨 地上的菩萨 继位到这个饭天 为什么叫光阴 他没有言语 这篇这个天人呢 都不用语言说话的 他口里发出清净的光 光呢 就是阴 光即是阴 没有言语 把这光当成言语 光阴嘛 阴是阴声嘛 用光来发表阴声 因此叫光阴 光就代表阴声 放光就是说话 因此啊 我们知道 佛在有时候讲经的 佛并没有说 用言语说 放光昭纵 放光的时候 光骗施放 施放众生 有原则 见光而来到法会 但是这个梵天呢 就是梵天的光阴 在于歇斯的论教 叫极光静 因为他的静光 骗着自他处 他在定中生成欢喜 这么人间的 要思想 要行事 要去找 没有 他没有这个了 断了这种祸了 他没有躁动 舍动 囚禁 知之助禅味的欢喜 而不舍 不是无奈法 现在菩萨要记这个位 他是动而即静 在动中就是静 而称无奈 广大无奈 这一天光阴天 第三支 骗镜天 富有无量骗镜天王 所谓清静明成天王 最圣见天王 静记得天王 须觅阴天王 静念眼天王 可耐药最圣光照天王 世间自在主天王 光焰自在天王 要思维法变化天王 变化床天王 兴许阴妙装原天王 入世等而为上手 其数无量 其难住广大法门 与助世间勤作利矣 这一天嘛 有名叫李喜天 因为他身心普遍的清静了 清静了